好 那么这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脚本的最后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使用脚本在这个实际制作中要进行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 是前些年在这个建筑动画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动画 就是一个湖南国防的这么一个建筑动画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要给大家讲解什么样的这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些立方体呢 产生了不规则的运动效果 我们看 我们呢 在这个案例中给大家介绍前三个效果是如何来制作的 我们再来看一遍 第一个效果 它是这些立方体 我们原场景文件已经打开了 这里面有用阵列制作的这些立方体 这些立方体呢 我们说它在这个呃 第一个视频中 它是在相同的时间段内飞到了不同的高度 我们来看一看效果 大家仔细看 大家看 它是在相同的时间段飞到了不同的这个高度上来 然后再来看第二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是所有立方体在不同的时间段飞到了相同的高度又回来了 我们看看不同的时间段起飞飞到了同样一个高度又回来 有点类似于25米的王帆宝 我们看看 那么第三个效果呢 就是立方体在原地向四周炸开 同时间移动相同距离 炸开 大家看这效果 这三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有冲击力的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三个效果的实现流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效果 好 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来做出来 就是这么多的立方体怎么做的 我们先找其中一个 按shift键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用阵列工具把它完成 工具阵列 那我们在这里呢 X轴 20个单位 复制比如说10个吧 预览一下 大家看没问题 Y轴呢 20个单位 复制10个 Z轴 20个单位 复制10个 OK 这个Z轴稍微有些慢 OK 回车 好 我们来确定一下 好 大家看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立方体的复制工作 OK 我们先将它删除 我们就用它来完成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CtrlZ 那么把这个阵列的东西复制完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成一个组 然后把这个组的轴心点居中 居中之后把它的位置归零 这样我们才算完成所有的操作 最后我们再将组解开 这样操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它一会儿在第三个镜头里面 也就是说等距离炸开的这个效果里面 让所有的立方体能够从距离中心点的坐标向外炸开 当然最后一步我们需要紧影响轴 聚中到每个物体的对象上 OK 这样 整个前面的效果就都制作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也是将所有的这个轴心点聚中 OK 好了 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效果的制作 看第一个镜头 好 我们说第一个镜头呢 是所有立方体在相同的时间段飞到不同的高度 我们呢 看那个刚才的效果里面 它是每一个面都有飞 所以我们只做一个面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最顶部面的立方体 好 然后 在这个脚本里面打开真定器 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需要的脚本 把这个放到这一侧 好 for a in selection 所有被选择的物体做一件事 移动这个物体 中括号 然后x轴呢 我不需要移动 y轴呢 我不需要移动 但z轴呢 我们random括号 0到100 这样的话 所有被选择的物体 它要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移动这个物体 xy轴不移动 z轴随机的0到100的单位的移动 OK 我们现在回车 注意在回车之前 我们把时间滑块拨到20帧 打开自动关键点 我们现在回车 由于我们开了自动关键点 并且拨到了某一个帧数 所以现在回车的话 所有立方体的新位置 就会做成动画 我们回车一下看看 大家看 立方体就出来了动画 播放动画 在相同的时间段 0到20帧 飞到了不同的高度 0到100的高度 我们将0帧按住shift的键 复制到40帧 这样的话 它们飞起来的时候 Ctrl Z shift键 复制到40帧 OK 这样的话 它飞起来之后 还会落回来 第一个镜头 我们就做好了 如果 视频里效果 它没飞得这么高 那我就random 0到10就可以了 这个高度 自己来控制 如果觉得时间短的话 可以把整个时间放长 框选三个关键点 框选所有物体 然后右键 配置显示选择范围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 鼠标放在这条黑的轨迹线的任意位置 拉长 放短 比如说 0到80帧 播放动画 大家看 它就0到40帧飞起 40到80落下 都可以 好 我们将它拉回 0到20 0到40 OK 好 第一个镜头 我们就做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是 它这个立方体 这些立方体在不同的时间端 飞到了相同的高度 然后比如说有先有后都飞到这么高 在有先有后的落下来 那这个效果怎么制作呢 我们先将第一个制作好的关键帧删除 然后把时间滑块拨到这个 比如说拨到20帧吧 然后打开自动关键点 将它移动到一定的高度 再将第0帧按住shift键 拽到40帧 OK 播放动画 起来落下去 但是大家发现现在所有的立方体 是同时飞到了同样高度 我们需要让它不同时 飞到同样的高度 就像25米往返跑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方法 其实很简单 我们选择其中某一个 将它的关键帧向后拖拽到第10帧 大家可以看 所有立方体都是第0帧出这个飞起 只有这个立方体第10帧飞起 但是它也飞到了这么高 大家看别人到完了 这么高之后它才到 那然后别人落下来 它才落下来 这样的话 它们时间就错开了 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完成 不同的时间段飞到相同高度 OK 我们现在选择顶部所有的立方体 注意不要选多了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视图内选 就选顶部这一排 OK 我们现在来写一下 Fall A 注意我们有小写 Fall A in selection Do Move Keys 这是我们不移动物体了 我们移动它的关键帧 A 然后括号 比如说Random 0到20 OK 我们现在回撤一下 大家注意关键帧的变化 大概关键帧产生了一个随机的效果 我们现在推进了视图来观察一下 播放动画 有的立方体先飞起来 有的后飞 但是都飞到了相同的高度 然后落了下来 这样 第二个效果 我们就完成了 不同的时间段 飞到了相同的高度 好 我们将关键帧删除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效果 第三个效果是所有立方体 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同时炸开 彼此的距离一样 这个效果怎么做 我们先来写一下 Fall A in selection 所有被选择的物体 Do A.POS 这个每个物体的位置 等于中括号 小括号 其实这里应该是 比如说 你要是写的话 应该是它的新位置 X.Y.Z 是这样 它的位置等于X.Y.Z 那么X.Y.Z的数值 到底是多少呢 跟原始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 A.POS.X 然后乘以一个4 把这个复制 粘到Y 粘到Z上 把这个改成Y 把这个改成Z OK 好 大家看 所有被选择的物体 他做一件事 它的新位置 等于原始位置 A.POS.X 原始的位置乘以4 X轴位置是原始的 X轴位置乘以4 原始Y轴位置乘以4 原始Z轴位置乘以4 那么 我把时间滑块 拨到20帧 打开自动关键点 回车 大家看 这样立方体就产生了 原地的榨开效果 每一个都是原来 位置的4倍 那为什么这里要乘以4呢 这是我们试验的结果 我们刚开始呢 给到2 发现跟 视频里的效果 距离差很多 我给到10呢 发现跟视频里的 这个效果 距离差的又特别大 所以这里我们找到一个 中间值4 所以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前三个效果的制作 这样一下子就炸开了 至于它炸开的快慢 通过关键帧 我们可以调节 炸开让它再回去 0帧 Shift- 放在40帧 然后 框选三个关键帧 可以通过 调整它的 时间范围来决定 炸开的快慢 现在是0到40帧 炸开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让它 0到20帧 炸开 0到10帧 炸开 20帧再回去 OK 好 那么这三个效果 我们就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呢 可能会有读者问 那么这三个效果 你是一个一个做的 如果要把它们放在同一个 这个场景中 这三个脚本 写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注意事项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把三个效果 放在一个这个场景里面 怎么来做 我们不到第0帧 关键帧删除 我们来看一下实现流程 好 那么如果想实现三个这个效果 在一个事件里面 在一个场景文件里面写 那么如果说我们 就这么一句一句写的话 那我就不讲这个案例了 这个没什么意义 我们要讲这个案例 就讲出一些特殊的地方来 那么这三个如果都写到一起 我们应该怎么来设置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通过三句话 完成了正常首key 非常难实现的效果 那么一个一个条 最后手指都会调舌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来制作 我们首先先拨到20帧 我们这里只以一面立方体为 为例 来讲解一下 OK 放在边上 我们把第一句话复制 粘过来 实际上拨20帧 打开自动关键点 回撤 然后0帧 拨到40帧 复制一个 起来又落下去 这样第一个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第二个 如何来衔接 好 第二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 飞到相同的高度 那我们可以让它刚开始的时候 40到60帧先静止 等一段时间再进行第二个镜头 所以呢 我们把40帧的关键帧 按住shift键 复制到60帧 OK 大家看 40到60帧 它就静止了 然后打开自动关键点 我们再将它拉高一点 拉到80帧 注意 拨到80帧 将它拉起来 这样它就 40到60帧静止 60到80帧 飞到了相同的高度 把60帧再复制 复制到100帧 这样大家看 前面相同的时间段 飞到不同的高度 落下来 然后40到60帧静止 60到80帧呢 让它正常 飞到相同的高度 但是呢 时间段要不一样 那么如果你就是把第二句话 直接复制的话 那就不对了 为什么说不对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把这句话 直接复制的话 回车 我们看看什么样的效果 这是个绝对错误的效果 因为我们一回车 大家看 所有的关键帧 刚开始都乱套了 大家看 刚开始 我们让它相同的时间 飞到不同的高度 这都不对了 它们时间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它移动 关键帧 并不是移动所有的关键帧 而是只移动60 80和100 这三个关键帧 那么这样如何来制作 前面我们不动它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将 这三个关键帧选择 然后我们执行 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留一个心眼 输入一个 在后面输入一个景 selection 就是对所选择的 关键帧进行操作 我们先来一个空格 我们看这样行不行 回车 大家看 它只对后面 三个关键帧的 这个位置进行了错位 而前面它没有动 起来没有问题 等一段时间 再这样 没有问题 OK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要的效果 120帧 完成了前两个效果 我们来看第三个效果 好 我们现在按照 control out加鼠标右键 将时间栏放长一些 放到200帧 然后我们把这个 关键帧呢 control out加鼠标左键 先往左挪一挪 看到最后一个关键点 我们将120帧的关键点 复制到130帧 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所有的立方体 那么在130帧 140帧的时候 给它打一个位置关键点 右键点击 时间滑块 右键点击 在140帧 确定 大家看140帧出现了一个关键点 位置关键点 120到140 静止 好 我们control out加鼠标左键 将左侧拉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刚才我的制作来 体会到 0到40帧 第一个镜头 40到60帧 休息20帧 然后60到120帧 第二个镜头 120到140 休息20帧 从140以后到160 让它炸开 那么160炸开稍微点长 我们150吧 OK 选择自动关键点 注意刚才右键点的时候 一定要全选所有的立方体 右键来点 OK 好 我们把第三句话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粘贴 OK 150 自动关键点 回车 炸开 然后我们140 关键点 按住shift的键 复制到160 这样的话 炸开之后 它还会回来 播放动画 第一个 相同时间段 飞到不同高度 第二个 不同时间段 飞到相同高度 第三个 140到160 整体炸开 看看 再回来 OK 这样 三个镜头 在一个场景中 就完成了 好了 好 那么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使用我们学过脑脚本知识呢 看到这个老外 或者是一些建筑工资做的非常漂亮的建筑动画的脚本 这个效果来用脚本来实现它 那么在实际制作中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脚本水平 我们就可以呢 让自己的脚本水平越来越高了 OK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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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